日前在家旗市有三樓 有賓中發現一台小客車 搬到樓邊的餐廳 家旗市小方叫做協同保留後 派生救護人車以及破海棄宅 全公救完 當救人車到中間後 看到一台小客車 都在樓邊的樓地 後來救人員馬上全公查看狀況 離救車到處是向救人員表示 因為它溝通不熟 在經過在樓大時 車輪沒有出現樓的餐廳 想要為車來訪問時 有個倒的受傷 叫樓蘭世界兵工最新鮮明金雄 將於三樓便於地料 現場狀況是一輛車子 然後它已經側搬在田裡面 我們其中一個狀況是 因為要參加那個花卉博覽會 它道路不熟 進去狀況的時候 因為不小心 倒路那個車子搬到田裡面 它要脫困的時候 從車子這樣跳下來的時候 不小心滑倒 跌到臀部跟那個尿部這邊 然後我們到現場是把它 因為它沒有外塞嘛 我們直接把它拆不到救護車上面 然後直接把它送禮 跟一種最高的民眾 農地散入道路 大部分都沒有好人 而且道路小 在經過農地散入道路時 應該會減少萬興 不讓共興通過 以免發生意外 先想到明天去猜訪 報道 我是下面頂著